记者李立法屏东报道,绰号大快峰的彭南,被法院裁定接受美沙铜戒至毒瘾,却利用到医院取药的机会结识相同处于的戒毒者,在彭南的引诱下,又走回头路,成了彭的下线,由彭南组成的贩毒集团负责供应海洛因及安非他命等毒品, 屏东警局昨天兵分多路逮捕彭南等6名贩毒成员与10名药角,起初近百克毒品,一并送大警方调查,有毒品前科的44鹏姓男子,今年初被法院裁定施以美沙铜戒至毒瘾,却利用定期到特定医院取药的机会,认识其他处女的戒毒者,因美沙铜有剂量限制,不如海洛因过瘾,在彭南的引诱下, 又走回头路,甘做药头彭南下线,甚至加入贩毒行列,公然将医院作为交易毒品的据点。 警方拒报后,展开跟肩,发现彭南与35岁黄姓女友等6人共同组成贩毒集团,以送货道府的服务方式,吸引高平地区不少毒虫向该集团购买海洛因及安非他命的等毒品。 警方昨天见时机成熟,出动80多名警方兵分多禄,一举瓦解彭南的贩毒集团,带6名成员, 起初将近100克的海洛因及安毒、吸食器、电子棒称等证物,并将查获得实名下线一并依毒品罪送办,绰号大快峰的彭南,体重超过100公斤。 警方昨天登门查期时,彭南文峰爬上屋顶并将毒品丢包,警方担心他压坏屋顶衰落发生意外,安抚他顺利下楼解护送办。